这段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有请 森海塞尔Momentum系列 中国区代言人杨阳 欢迎杨阳 哈喽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阳 然后很高兴能够来到森海塞尔 因你不同灵感无限的分享会 用音乐启迪灵感 用角色同情共生 带上森海塞尔去感受杨阳的每一面 我们今天能够和杨阳 共同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不仅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杨阳 关于Momentum系列的一些使用的小心得 更关键的是我们希望有请杨阳 向会更多喜爱你的朋友们 送上由杨阳亲笔签名的 同款Momentum 4的无线耳机 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整个活动当中 不仅要和大家共同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而且是一次有着与众不同历程的活动 杨阳有没有点期待呢 我已经开始好奇了 Let's go 走吧 接下来我要带领的你 走进我们森海塞尔 一些非常经典的产品系列的展示 来到这里 非常多都是森海塞尔的经典的产品 那森海塞尔是世界领先的耳机 话筒以及无线传输系统的制导厂之音 塑造未来的音频 并且为客户创造独特的声音体验 是森海塞尔全体员工的目标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所展示的 又是森海塞尔一些非常经典的耳机系列 我要向你着重介绍的像是我身后的这款 可以看到这边 HD820 非常棒哦 提及HD820它其实是森海塞尔 分闭式高保真的旗舰耳机 这款耳机它的发声单元 尺寸是56毫米 HD820拥有着令人非常震撼的 声音密度以及纵向层次感 尤其是在听一些大编制的加强乐的时候 非常的从容不迫 气势磅礴 这款耳机看着很大 但是杨阳你知道吗 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重量 HD820的重量其实只有380克哦 380克其实比一瓶矿泉水还要轻 而且杨阳可以看它的耳电 我们的耳电部分也很棒 是纯手工打造的微纤维材质 哇哦 佩戴起来非常的舒服 是一种享受 好 看完了我们HD820拥杨阳 我们再往正前方看去 在这一侧呢 就是我们的另外一款 非常轻便系列的IE系列耳机 可以看到 比如说从这一侧看起 来 这边 一样可以看过来 IE900 IE900采用的是三海塞尔索 专用的X32的驱动单元 它更搭配的是三腔吸身体的系统 减小了隐蔽的响应 让各种声音的细节听起来是非常的细腻 同时也非常的舒服 另外你可以看到它的减小眼壁相应的同时 让我们整个声音在享受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沉浸于其中 同时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IE900的机身 都是用一整块的铝合金洗消研磨而成 这样的一种工艺的方式 让你使用起来非常的坚固耐用 也为电伸元件提供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它的耳机也非常的小巧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的小巧对不对 看一看它的重量 一样也是很棒哦 它的重量也很轻便 只有四克 几乎和一元的人民币差不多 也非常的符合人体工程鞋 让你在很多的场景之下 都可以拥有极为卓越的音乐体验 那么我相信其实杨阳对于IE系列并不陌生 看到这边 对 杨阳还记得它吗 当然了 因为我有收到过森海瑟尔送的IE600 然后作为礼物 其实音乐是非常的这种细腻 然后使用起来呢 会让我觉得就是和音乐非常的贴近 然后鲜活生动 同时呢又保持纯净自然的感觉 就是质感特别好 我感觉在聆听杨阳分享的时候 我已经戴上了我们的IE600 沉浸在这个美好的音乐当中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边还有IE300 对 给大家给展示一下 有机会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三海瑟尔 在京东的官方旗舰店 会有更多的产品 一系列精简的展示 和大家分享 好了 杨阳 今天其实还有一个重磅 希望向你介绍 就是我们的传奇产品 HE-1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带你去感受了 真的吗 Yes Let's go 我们一起走吧 好 杨阳我们一起去我们的视听间 感受一下HE-1 有请杨阳 哇 很有仪式感 进入到我们的视听间 HE-1可以说是全世界耳机 发烧有的梦想耳机 经过十余年的降薪研发 凭借着突破性的设计 还有先进的制造工艺以及材料 还有它超乎想象的声音性能 重新定义了卓越 我们可以接下来跟随着导播 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样一件浑然天成的美学艺术品 好 我们要请杨阳 当我们一键开机对 轻触一下 我瞬间觉得HE-1好像被注入了生命一样 我们会看到 紧接着 缓缓的现在是 对 八枚电子管 在慢慢地伸出我们的基座 同时呢 紧接着 耳机核盖 耳机核盖 对 自动地打开 好像在说 欢迎你杨阳来到我们的HE-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开机 非常的特别 但是当你佩戴上HE-1以后 我觉得你会有更多惊叹词 要送给它 提起 其实这款耳机 它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工艺和水准 我们常说 其实HE-1为什么说是浑然天成的 因为它的底座 你可以看到 底座的部分 是由一整块的卡拉拉大理石制作而成 那么这种大理石也就是 米肯朗基罗有个非常著名的雕刻作品 叫做大卫 其实是相同的取材 另外呢 在包好斯德美学设计之下 也让HE-1它既简约又经典 同样也非常的高级 整个感觉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我们常说其实 其实人的耳朵能够感受到的 振动的频率范围是有限度的 它其实只有是在20至2万赫兹 但是HE-1 它可以将我们的频率影响范围达到的是 8至10万赫兹 简单的说 就是它可以让你听到的这个 宽广的频响范围变得更加的宽裕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耳朵听不到 但是HE-1 它可以带领你去提前感受 而且呢 它非常棒的是 在HE-1的耳机的声音当中 我们的还原系统测量达到的失真率 是非常惊人的 小于0.01% 另外呢 HE-1 杜博金的静电阵膜 它薄质2.4微米 就什么概念 比我的头发丝还要薄 非常的细丝 另外呢 当我们的阵膜轻轻舞动 在杜华金的整个陶瓷基板上的时候 灵动的穿过近2万个的小孔 你会感觉到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音乐世界 呈现在你 还有所有喜爱它的观众朋友的面前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跟杨阳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在杨阳佩戴上HE-1的同时啊 我要跟杨阳介绍一下 今天呢 我们特别准备了两首很棒的乐曲 要请杨阳来分享 第一首来自于Celine Dion The Power of Love 就是爱的力量 是一首人生演唱的歌曲 第二首呢 是一首非常棒的 一首很著名的曲子 叫做E-8-E-2 非常棒的一首大编制的交响乐 所以两首乐曲 一首是人声 一首是我们的大乐曲 杨阳可以听一下 究竟有什么样的语众不同 也让我们更多在屏幕前 在期待着分享杨阳的朋友们 一起来感受一下 你可以通过转动这个非常大的按钮啊 调整它的对声音的轻度 可以表想对 OK 准备好了 我们的音乐 让我们开始播放一下 第一首 感谢观看 不忍心打断您 因为我们特别期待的是 请杨阳和我们很多喜爱着 并且在屏幕前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Celine Dion的声音 非常具有穿透力 其实我隔着H1 已经能听到 Celine Dion在高音的时候 非常具有爆发力 是的 穿透力的感觉 但同样它的低音的声音 又非常的扎实 但我觉得这首曲名字叫做 The Power of Love 就是爱的力量 杨阳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看到你在听的时候 整个人在沉醉其中 就好像Celine Dion在你的面前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我觉得就是 真的非常的震撼 震撼到我了 我们常说其实 杨阳在音乐上应该很有sense 而且我觉得杨阳在听这首乐曲的时候 已经能感受到Celine Dion 虽然她的唱功非常的扎实 但是用自己以及H1的专业的技术 让爱这个难以用任何词语来表达的元素 通过H1 直观地击碎了你的心灵 是的 每一声的心跳都被爱所生生的机灵 我觉得这个就是H1 让人最着迷的地方 很有魅力 音乐没有国界 但是她所传递的元素在H1 淋漓尽致 好 接下来的第二首乐曲 柴可福斯基的作品 1812续曲 很难去想象 在一个非常大的广场之中 一群人在狂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让H1来告诉你 好 有请杨阳 OK OK 好 那就是非常棒的一首大编制的乐曲 由我们的木管组 团管组 还有打击乐以及弦乐组 几个不同的编制配合而成 通过我们H1的这个重放 能够还原分布均匀的宽广的深意 脱显出更多的一些乐器的魅力 杨阳听完以后H1 听完这首乐曲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就很专业 然后不管是从外观 还是从这种戴上的感觉 然后打开之后 就呈现出一种很机械 就现代机器的这种美感 然后音乐响起来 就进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就好像是在剧院里有支乐团 为我进行一个传商的演出 非常感谢洋洋精彩的分享 听完洋洋刚才分享之后呢 我说H1是一款传奇的产品 它其实是实至名归的 而且通过刚才洋洋经典的诠释以后 我们可以感受到 H1无论是在宽广的声誉 准确的声音定位 或者是低中高频中 非常出色的表达 它具有非常均衡 并且全面的声音的表达 那么言语的表述 很多时候它是有苍白的 是有局限的 但是我相信当你配戴上H1 它所带给你的这种共鸣 震撼和心灵的这种震撼的感觉 杨洋我相信你已经感觉到了 真的非常的震撼 所以杨洋平时你很忙啊 经常需要在片场 还有很多的工作 能不能和我们很多 喜爱你的观众和小伙伴们 分享一下 平时你经常听的一些歌单 还有你比较喜欢的音乐类型呢 其实我会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然后包括一些经典的老歌呀 还有最近流行的一些音乐作品 然后我也会根据自己的心情 去选择一些不同的音乐吧 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 可能会筛选一些 社会公路旅行的一些歌单 那轻松愉悦地享受 其中闲暇的时间 那如果是在剧组拍戏 或者是处在一个 需要培养情绪的一个 拍戏的过程中 我会根据当下需要进入的角色吧 来选一些特定一些音乐 然后帮助我去更加投入到那个情景 更好的去完成表演 哇太棒了 我想很多时候杨阳在片场 片场其实很多时候会 声音有点嘈杂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杨阳应该更需要的是一款 既专业又能够帮助你降噪功能的一款耳机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时刻呢 杨阳可能更需要的就是它 当然 所以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自然而然就和森海塞尔结缘了 然后森海塞尔的产品呢 其实一直都保持着一个 很高的一个水准 然后选择的余地也是非常的大 能够满足我不管是工作啊 还是生活中的各种的需求 哇非常感谢杨阳对森海塞尔的认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到下一个环节 好 那么依然在关注着我们的小伙伴们 刚才呢我们和杨阳共同听完了H1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因为由杨阳也就是我们森海塞尔 Momentum系列的中国区代言人 他将为我们亲自开箱两款 一款是非常棒的 在我面前的这一款 Momentum真无限三代耳机 另外一款呢我展示一下 杨阳签名的这一款啊 当然是Momentum4的无线耳机 我想呢有更多的朋友们非常的期待 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如何获得这样一份 由杨阳亲密签名的呢 很简单第一步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 森海塞尔京东官方几件店 并且分享我们的活动连接 好了我们一起来开箱第一款 Momentum真无限三代耳机 打开一下来哇来杨阳有一个开格的仪式感 打开一下 像是一份礼物 真的是一份非常精致的礼物啊 我们给现场更多的朋友们看一下 对大家可以看到 有我们的产品说明书 对耳机充电盒 它可以呢打开的时候很有仪式感啊 我们的耳机在里面 记得佩戴的时候呢 要关注一下R和L 对千万不要带错了 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我们Type-C的充电线 对 放置在这个位置 而且这款呢你还可以通过无线充电的方式 非常的便捷 另外呢我们还配备的是打开这一层 两个飞机 两个飞旗 非常好的可以固定在我们的耳阔里面 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固作用 另外呢还有三个很棒的耳垫 让你在佩戴的时候啊 更加的具有舒适感 而且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这款不仅它的这个外观非常的漂亮 我们在颜色上啊 对于我们Type真无线三大耳机呢 也有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可以看到这边哦 黑色 然后还有白色 白色 还有一个石墨灰色 石墨灰 我觉得今天很洋洋的服装非常的大 谢谢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在休闲的生活当中 还是在商务人士当中 一定有一款是非常的合适你 而且它也非常的轻巧 雷雷我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我们试一下 它有两个分开 R和L 是的 对 雷雷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啊 其实佩戴上的时候 有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也希望把耳机 然后它的发声部位放到耳道中 然后放舒适 放牢固 然后呢向后这样扭一下 扭一下之后呢 对 让它能够刚好的待在只有耳阔里面 这样就好了 对 然后非常的贴合 雷雷看来对于我们这款 我们天文的真无线三系列产品 已经是使用的非常的具有自己的小心得了 没错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款耳机啊 它搭采了7毫米动圈驱动单元 具有非常深沉的低音 中音也很棒啊 非常的自然 而且你还有非常棒的清晰 并且具有很多细腻的高音的感觉 那么这款耳机呢 还具有的是自适应的降噪功能 当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当中 它就可以帮助你自动去调整降噪的水平 嗯 是不是很棒 是的 嗯 然后这个功能我觉得也很智能 就是我们不用自己去操作 然后耳机自己就能匹配相应的一个降噪了 嗯 其实这款耳机还有一个透明聆听的一个功能 当你不需要降噪或者是想听到外界声音的时候 也能马上的通过耳机上的这样的一个触控操作来切换一下 马上从音乐的世界回到现实世界 太方便了 这款耳机还配备了左右各三个 一共六个高级降噪话筒 有高质量的语音识取 确保我们的整个通话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过程 也非常适合很多商务人士 通勤人士你在外出的时候进行使用 当你戴起来的时候也非常的舒适 另外呢 它的续航也很棒 达到了28个小时 它的左右耳塞也可以单独的进行使用 非常的智能 也非常的具有可使用的自由度 你是不是已经被心动的所感受到了呢 哇 分享完了这一款 接下来我要和杨阳一起开合的是第二款 我们的网门腾4系列 无线耳机啊 非常的棒 杨阳现在可以非常清晰的听到我在分享啊 好我们先暂时先对放置一下我们的 momentum真无线3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款 非常棒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是杨阳今天签名的款 是我们今天唯一可以作为礼物送出的这个抽取的方式 但是呢 杨阳身旁有一款 我希望杨阳为我们打开 有一些仪式感 对 来杨阳这一款 我们看一下 谢谢杨阳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朋友仪式感又像开盒里一样 开盒 好来轻轻的把它拿起我们给更多现场的朋友们展示一下 架轻就熟的打开啊 好这款就是我们momentum4系列的这样的一款无线 无线耳机非常的棒 哎 杨阳在打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依然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配备的装置啊 首先可以看到在我的桌面是还有一款是白色 哦 您这款是白色的 那款是黑 我这款呢 是黑色的 momentum4呢 我们的无线耳机它还配备的 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好几个非常配备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设备 有我们的音频线充电线还有飞机适配器 还有我们的这个操作指南 更好的帮助我们的使用者去架轻就熟的使用它 而且呢 它这款耳机还有高保真作为灵感的42毫米的驱动单元 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出色的声音效果 兼容蓝牙5.2 连接也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稳定 momentum4采用的是带衬垫的这个头垫部分 非常舒服 这个部分 对 而且我们在整个厚实的柔软的耳垫方面啊 就是你在长时间的拍摊当中 你也会觉得啊非常的舒适 没有任何的违和或者是压迫的感情 因为它非常的柔软 对 人家可以试一下 戴上一下我们这款 momentum4 对 你看人家看到杨阳在调节啊 根据自己的这个舒适的方式 然后这款耳机其实在耳罩内呢 它是有一个字母的一个表示的 然后这边写着一个R 对 然后R就是右侧嘛 然后这款耳机在戴上之后呢 就非常的舒服 然后也非常的贴合头型 而且不会对头部施加过大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今天杨阳其实佩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款耳机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与你整个装束啊 相得益彰的一个艺术笔 或者是时尚的单品 杨阳可以把它挂在我们脖子上感受一下 对 然后这款单品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一个时尚的单品 就是它不光是耳机 然后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在平时的穿一些 比如说下体装下体装 可以把它挂在耳朵上戴个小帽子 这样就觉得非常有活力 非常的青春 杨阳今天配戴的是我们的白色款 我这边呢还有一款是我们的黑色款 同样也非常的大气啊 对 喜爱它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 完全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白色很浪漫 黑色呢非常的俊朗 也很沉稳 除此以外呢 我们知道吗 这还是一款非常聪明的耳机 因为我们TEM4的无线耳机 还搭配上的是全新的智能触控手势 大家可以看到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手势 对 就这样 然后我看到 然后再看我们的耳机的外壳 这其实就是在帮助很多 可能新买到的小白 在我们的外侧贴有我们的Tips 对 我们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 告诉你 比如说轻轻的去操控啊 像我这样 比如说缩放 还有捏合的方式 对 杨阳也在做啊 就可以自由的去调整降噪的强度 并且呢 在透明聆听的强度当中 进行非常轻易的调整 而且当你双机的时候呢 就可以自适应的降噪 而且切换和透明聆听之间 就像刚才你说的 在音乐的世界 在现实的世界上中 进行非常自由的切换 它的续航的时间呢 也可以达到60小时 真的是一个在长期旅途当中啊 你必不可少的必备物品 那我相信刚才听完杨阳的分享以后 我们可以先放回到 我们的整个礼盒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此刻呢 有很多喜爱杨阳的朋友们 当然也是我们 森海塞尔的 忠实的小伙伴们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希望 赶紧 今天能够获得这款 由杨阳亲笔签名的 Momentum 4的耳机一个 那么依然邀请大家 记得要关注一下 森海塞尔在京东的官方旗舰店 并且分享我们的活动链接 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整个活动当中啦 奖品就是由杨阳亲笔签名的这款 Momentum 4耳机一个 杨阳我觉得今天这款耳机啊 它不仅外形非常漂亮 同样呢 我们觉得送出的方式 有点小难度 我们跟更多的喜爱他的朋友 我们做个小互动 这个游戏叫做 鹰桐身兽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请杨阳给我们佩戴上的是这款 对 好 更好让杨阳能够感受一下 来 杨阳可以 对 去分一下我们的R和L 对 看杨阳非常驾轻就熟的佩戴上 好 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该如何与杨阳共同完成这个互动的方式 杨阳戴上耳机之后呢 我们准备了三段不同类型的音乐 确定音乐类型之后呢 千万不要直接说出答案哦杨阳 你要听通过你听完的这个音乐 仿佛你自己置身在这个场景当中 你描述一下 然后呢 假设你现在是以我在哪里的形式 海阔天空 我在什么地方 描述一下 让我们让更多的在线的观众和朋友们一起来猜一猜 究竟在我们的耳机当中 杨阳听到的是什么样的音乐类型 那我相信此时此刻呢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 要和杨阳进行一个互动了 那我们再次温馨提示大家 记得在弹幕下打出的是杨阳 您所猜到的 她聆听的音乐类型 OK 杨阳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第一段音乐 Let's go 杨阳听得很认真 不认他就不打 好 杨阳听完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手势 杨阳听完了吗 第一段音乐 我感觉杨阳沉浸在其中啊 好 OK Are you ready? 杨阳 好 听完了以后呢 我相信杨阳心中已经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美丽的场景蓝图 要和大家共同分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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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杨阳 开始 给我们描述一下吧 这段音乐描写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听到里边有鼓手 鼓手 对 然后有吉他手 吉他 还有呢 还有贝斯手 还有主唱 然后我觉得是在一片广场上 然后有很多人相聚在一起 然后应该就是前面就是一个舞台 他们都在那表演 哇 听起来下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啊 但我不知道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心中的答案是什么呢 给大家一小会儿的时间 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猜一猜杨阳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场景 究竟是什么样的音乐类型 我们倒计时 三 二 一 其实刚才阳阳在描述的过程当中 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如此欢快的节奏不就是摇滚乐吗 Rock Music 非常棒 而且阳阳在聆听的时候 我看她一直在 非常有节奏的 按捺不住的在跟我们打节拍啊 我也看到很多观众朋友们已经答对了 但接下来呢 第二道题 我们的难度有点提升哦 在刚看的朋友们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请做好准备 杨阳 我们下一段音乐 走 我知道了 有一种在维也纳新色大厅的感觉 哇 两个音乐的跨度这么大吗 对 一下子从Rock Music 突然就让我自己安静下来了 安静下来了 对 尤其是当我们的声音 从我们的这款真无限的 Momentum第3代的无限耳术传出来 是不是特别棒 特别棒 沉浸其中 对 我们都已经沉醉了 你知道吗 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 所有的人被音乐的穿透力 所以聪明的你们有没有猜到 第二段 刚才杨阳说 她仿佛已经移步到了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那什么样的音乐 能够在金色大厅去聆听呢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杨阳你来帮我们揭晓一下 是古典乐 古典乐 你答对了吗 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们答对了 恭喜你们 但是还有第三道题 我们请杨阳做好准备 好 好 音乐走 OK OK 希望在舞蹈练习室里面 然后有很多的就是舞者在那跳舞 跳舞 练习舞蹈 对 这个音乐队也要还是 他还有Sense的感觉了 那么在屏幕前的朋友们 猜一猜第三段音乐 杨阳说它好像置身在一个舞蹈的练习场所当中 猜一猜是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呢 音乐类型哦 千万不要打错了 嗯 我们等一小会儿 好了 三 二 一 我来揭晓答案 第三段音乐杨阳听到的是 hiphop 非常的酷啊 好了 我们看看究竟有多少位在屏幕下的小伙伴们 三道题你都答对了呢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就到了我们进行本次活动 非常重要的时刻 就是究竟这样一款 由杨阳亲笔签名的 Momentum 4的无线耳机 究竟会画落谁家呢 我依然非常热情地邀请大家 请关注一下 森海夏儿京东官方旗舰店 分享本次活动的链接 以及参与到我们的抽奖 你就可以获得由杨阳亲笔签名的 Momentum 4耳机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抽奖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屏幕上出现了 抽奖的对话框 看到了吗 请大家点击立即抽奖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稍微一小会儿 对 获奖的小伙伴们 你将会收到的是信息 一个是收奖 就是中奖信息的推送 恭喜一下你 这份礼物就花落你的手中了 那么请中奖的这位小伙伴 不要忘记留下你准确的收获信息 还有联系方式 但是如果说今天很可惜 你没有获得这份 非常精致的礼物的话呢 可能我们的屏幕上 会弹出一个遗憾 未中奖 但没有关系 请你千万记得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森海夏儿 京东官方旗舰店 或许会有更多的礼物 还有更多的精彩 在下一次与您不定时的分享 哇 杨阳 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 转身之间呢 我们今天的活动就要临近为生了 我们也非常感谢 一直以来关注着 我们的所有的小伙伴们 也非常感谢杨阳 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 和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 谢谢 然后我也很谢谢森尔塞尔的邀请 也非常开心 今天跟大家 在这场愉快的活动中相遇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